在苗栗通宵车站 公营白沙屯妈祖 民众头顶烈日 塞爆车站月台 全都是来目睹粉红超跑 首度搭乘台铁 白沙屯妈祖一早先在通宵祈福 所到之处满满人潮 为了庆祝海线铁路通车100周年 11号上午9点 被誉为蒸汽火车国王的 DT668型蒸汽火车 牵引着举光号车厢 从彰化出发抵达苗栗 配合这次活动 台铁推出海线香味便当 排骨搭配苑里奇鱼丸 作为双主菜 再放上通宵盛产蔬菜 庆祝海线百年 回顾台铁海线通车 要回到1922年 主要说的是南边的彰化站 往北台中追分清水站 大甲站日南站 之后再串联到苗栗的通宵 还有百沙屯站 因为全线开通 才带动后续中部地区的经济繁荣 百年下来 像我们的日南火车站 都已经是古迹了 那过去我们也不断的 将这些古迹来加以活化 今年台铁除了出动 古董急蒸汽火车 也发行通车百年纪念套票 大甲车站限量1000份 不到中午就被秒杀 成功炒热话题 新闻综合报导 加上 冰简直到苗栗的地区 和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